好,我们现在再进入到高位的承包状 让我们的手和我们肩胛骨去感受球的同时的膨胀 同时我们手指之间的延长的地方 最高最远端的这个地方 在这个位置让我们手指展出去以后 感受到手指在这儿的膨胀 同时手心和我们肩胛骨 让它手心也是肩胛骨,肩胛骨也是手心 当我们长出去对方连接对方 直接对到对应在我们那儿 对应在我们的胸椎 也就是肩胛骨之间 这时候强调我们的肘部的支撑 现在三个力点基本上全都出来了 我们这个球呢也就从脚 也就到我们脖子是吧 也就都有了 也就是我们的胸腔盆腔它是一致的 那么它们俩之间的腰椎 也就是脊椎是不是一致 如果胸椎和我们腰椎 你会发现有薄弱的地方 放松它 我们上身基本上差不多了以后 建立的差不多以后 高吧什么都差不多 这时候我们在做 腿部和身上做比较 把薄弱 腿部如果薄弱的话 直接建立起来 变成一致 好我们现在翻掌 进入到脱部推脱状 推脱状注意手指的手掌的变化 也就是手味的变化 我们自然推脱状说手指是朝上的 当我们朝上的时候 我们这个肘部的支撑 垂直的支撑很明显 现在我们要强化肘部的横称 还要强化 既要有垂直的支撑 还要强化横向的支撑 这时候我们手指向里扣 在扣子当中 我们会感觉肘部向横称 的方向转移了 这时候在转移当中 我们垂直横向保持一致 都一致了 差不多一致了 自己要感受到一致手停止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